将做好的架空层乘一个组 然后可以对它进行创建层或是将它隐藏起来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楼上的我们的标准层 在这里同样的我们从墙体开始绘制 我们先绘制好墙体的轮廓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点的调整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拼接的方式来做 也可以直接来绘制 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它的上下颜色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分块来做 首先对它进行挤出 240的墙体厚度 这一块的颜色和我们的架空层是一样的 在这里我可以给它上一个架空层的颜色 然后在上面我们来开始绘制上面的这一块墙体 对它进行挤出墙体240的墙体厚度 然后在顶视图上将位置摆放好 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颜色 墙面2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它的窗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说过的顶视图 窗户的位置和我们立面图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遵循用立面图作为标准来制作 平面图用来摆放一下它的进退关系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水位不扫描 在这里更改一下 在这里更改一下 然后取消光滑组调整点的位置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来对位置进行摆放 同样的命名的材质添加一下 然后再来绘制它的玻璃 直接用对齐工具 对齐中心 正面墙体绘制好了之后 接着我们再往右开始绘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它的顶视图 墙体的一些进退关系 我们能看到这边这个墙是往里退进去的 所以我们只用画前面的这一部分 我们首先直接来绘制 绘制好了之后 再来对点进行调整 进行调整 进行调整 更改它的颜色 然后来绘制门 然后来绘制门 这样所有的点就要画成我们的焦点 对它进行扫描 然后来绘制玻璃 然后来绘制玻璃 绘制好了 绘制好了正面墙体之后 我们会发现墙体的外面 它有一圈 南竿说明这里有阳台 我们在我们的CAD上也来进行一下观察 在它的平面CAD 阳台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绘制一下这个阳台 首先我们来绘制阳台板 我们在顶视图上来进行绘制 在这里我们发现它的门和它的立面是有出入的大小 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遵律是立面的建模方式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我们的阳台版 对点进行焊接 焊接好之后对它进行挤出 阳台板可以挤出100的厚度 阳台板可以挤出100的厚度 阳台板的位置一般比我们的门要下降50 在这里我们可以往它-50往下走一下 然后为它添加一个材质 有了材质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绘制一下阳台板的外延 在这里定视图上我们也能看到 在绘制外延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提线的方式 进入它的可编辑样条线的命令 选择这一圈线 对它进行一个拷贝的分离 下拉菜单里面点上拷贝 点分离 然后退出命令 卸辅的加剂 卸辅的加剂隐藏几何体 选中我们分离出来的线段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轮廓 -100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高度的挤出 我们可以给它挤出一个300 让它对齐于我们外面的这一根装饰的线条 或是往下走一点都可以 给它添加一个材质 在这里给它挤出400 让它和我们外面的这个一样高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它的栏杆 栏杆的绘制我们可以同样的方法提线来进行制作 我们将刚刚做好的这圈线条进行一个原地复制Ctrl V 将我们复制出来的物体固立出来 将它的挤出命令进行删除 然后将两端的线段进行删除 然后将内侧的这一圈线也进行一个删除 删除之后 删除之后 我们将它的位置往上移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给它一个扫描 好 调整一下 参数 100 应该是60 然后 再来调整它的点的位置 然后 它还有一些立着的栏杆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将位置摆放好 我们也可以直接进行扫描 调整我们的参数 调整我们的参数 在这里我们要把它摆放到我们对应的位置上 我们在放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它转角的位置上 在这里同样的进行一下位置的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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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将这个的数字更改一下 正能 Jonah 直接把它分开 但是真的 hayat 和声音色相互 作为擅长 符иш 编译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调整 好 这边我们也来进行一下位置的摆放 虽然在我们的CED上没有画栏杆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摆放一下位置 我们要摆放一下位置 位置摆放好之后我们可以将它进行材质的添加 在这里它的下颜还有一个栏杆 选中所有的栏杆 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它进行取消 好取消掉之后感觉玻璃可能有一点大 然后我再加Q将我们其中的一个栏杆进行 原地复制 然后将命令推回去 用它来直接来绘制我们的玻璃 在这里要用到轮廓的工具 轮廓50 负的30就行 将两端的线段进行删除 然后留下中间的这一根 再对它进行一个 以中心往两边扩边的一个10毫米的玻璃厚度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让它来做我们的阳台的玻璃 800应该在800的高度 然后来更改它的材质名称写阳台玻璃 一般阳台的玻璃和我们窗户上的玻璃都是要分开的 不能用同一种材质 做好了阳台之后 我们接着再往右进行绘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窗户的 我们直接来进行绘制 对它进行挤出 240的墙体厚度 将我们已经绘制好的窗框和玻璃 复制一个过来进行调整 在这里填拷贝 调整玻璃的大小 更改材质颜色 更改材质颜色 接着再来绘制这边的墙体 我们在定视图上来观察一下墙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推拉门 右边是窗户 所以在绘制的时候 要仔细 不能把门的位置绘制成窗户 对点进行一次转换 挤出 摆放位置 添加材质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将做好的门窗进行复制 在这里发现我们的玻璃 没有绘制过来 然后窗同样的从左边 已经有的地方进行复制 在这里需要调整一下大小 我们刚刚是实列复制的 所以是以出题显示将关联取消 来进行调整 同样的取消关联 对点调整 调整好之后 在这里也是有阳台的 我们来绘制我们的阳台 首先来绘制阳台板 对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焊接好了之后 直接挤出100的厚度 放在笔门 低50的地方 然后 添加它的材质 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的窗户 刚刚位置没摆对好 在这里我们来将位置摆对一下 然后我们来做阳台的外面的这一圈线条 用刚刚用过的方法 提线的方式来做 选拨 选择线段 选择外面的这一圈线 对它进行一个 拷贝的分离 选择我们分离出来的线 对它进行一个轮廓 进入样条线的命令 向外轮廓100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它是以它为中心 往两边轮廓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勾选了以中心 所以我们将这个取消 再来 负的100 轮廓好了之后 直接挤出就可以了 挤出的是 看看旁边就知道 400 然后给它添加材质 然后再来绘制它的栏杆 这些方法跟旁边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我就不做过多的 说明我直接来开始做 建议 添加SWIP 添加SWIFT 掃描 在 Charlottet 我们可以复制一个栏杆过来用 摆对到相应的位置上 我们可以首先在它的正面先把数量摆好 待会再来调整它的位置 我们可以复制一个栏杆过来用 然后来逐一摆对好它的位置 同样的以停线的方式来处理玻璃 我们可以原地复制 Ctrl加V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轮廓 轮廓30 将两边的线头进行删除 将外面的这圈线删掉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中心轮廓 以10的厚度制作玻璃 挤出800的高度 栏杆 栏杆的玻璃 然后我们再来跟着制作这一边 我们来看一下CAD 这里是阳台 南杆 门 在这里我们来绘制一下 还有 Kennedy 扶接洒大的 栏杆 插重 来